可能很多人还没从世界杯的日日夜夜里缓过进来,还不太清楚参考主场对这恒大意味着的什么。 7月21日晚上的上海体育场,是争冠对手之间的六分之战,积分榜上,北京国安和山东鲁能,表现得来势汹汹,而且把守的是国安。 可是从心态上看,亨大和舆论依然是上岗为八连关的最大障碍,其他球队在面对亨大的时候都没有什么自信,除了上岗,这是他们通过去年的两次交锋的实战积累出来的。 许家燕涛前引进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之后,在他颁布了种种非常另类的弹章写态度的新规则之后,卡纳瓦罗已经没有任何退路,他必须战队夺冠,否则就是失败,因为恒大现在重新拥有最强阵容了。 无疑,卡纳瓦罗的心态很好理解,他现在把每场比赛都当成决赛来踢,上一场打贵中横风,保利尼奥首发了,打上岗赛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,卡纳瓦罗带来了保利尼奥,这意味着保利尼奥会继续首发,他看起来很累,又看起来完全不累。 先拿奥古斯托做对比,在巴西国家队,保利尼奥是主力,奥古斯托是替补,保利尼奥在世界杯决赛权上的消耗就大于奥古斯托很多。 另外,过去一年保利尼奥从中超转会到西甲,再从西甲转会到中超,已经连续两个夏季件戏期没有休息,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出局后,奥古斯托更早回到北京, 保利尼奥是在处理完转会合同之后才回到广州,他离开赛只有几天了,奥古斯托在州中的国安逐场比赛里没有出场,他得到了更多休息时间,保利尼奥则是第一时间出场比赛,出人意料。 在跟马斯切拉诺比,埃根廷在八分之一决赛就出局,北京时间七月一日凌晨已经被淘汰了,但马斯切拉诺是在七月二十日凌晨才抵达中国的。 他的休息时间如此长,这也意味着他至少错过间歇期后的前两轮联赛。 保利尼奥的球战欲望非一般外人可比,从这个角度看,恒大俱乐部的备战工作,走在了中超前列。 其实恒大主场打贵中恒风相对轻松,恒大牢牢控制局势,保利尼奥在场上没有高强度的奔跑和对抗,消耗较小。 赞克场打上岗肯定不一样,当你的后腰位置面对奥斯卡、古尔克、阿哈迈多福的时候,就未必比一场巴西队的世界杯比赛轻松。 外界难免担心保利尼奥会不会过于疲劳,似乎他和教练心里有分寸,赛前发布会上保利尼奥说,确实刚刚过去的时间里踢了很多场比赛。 但作为一名职业球员,我一直在和教练组沟通自己的身体状况,也相信卡纳瓦罗能够使用好我,但愿卡纳瓦罗能使用好手里的牌。 球员的班底已经没有瑕疵了,甚至突然有些奢侈,唯一看点就是教练行不行了。